我们条件还好可以的 我就一个儿子 我老父亲两个妈 我老爸也是共产银行的 我也是共产银行的 我儿子 媳妇 孙子都是北京市户口 一个妇女大概也有60多岁了 我一听你口音是外地 我叫外地人是什么 谁看不起外地人呢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走胡同偶遇约80岁的安徽大爷 老两口都是工商银行退休的 随着部队工作的儿子来到了北京 租房看着孙子 却有很多的无奈 一圈三连听你大爷都说了什么 您今年有 80 在这工作好长时间 我儿子在这工作 您哪儿的人 南京的 您在哪儿上班啊以前 以前是在共产银行的 什么时候来到北京的 2012年 没有 2012年 4年多一点 那您是在南京的工商银行 是吧 然后是跟着孩子来北京 不是 我孩子在这工作 您过来 在部队工作 孩子部队的 在那个什么 中台 我孙子因为在这上学 就没办法跟老太太两个人 租一个房子给他们带孩子 但是吃的不讨好 你别看我是这样的 我以前身体很好的 我以前也是军人 现在受妻 媳妇留待我们 没办法 哎 因为我就一个孩子 我就一个孩子 必须跟孩子走 孩子到新疆去 我们到新疆去 我们也只好跟他去 我们就一个孩子 我家里面还有老二老三 那好了 再再不如意我到那儿去 老二不如意我到老三去 我们没地方跑就在一棵树 就在这棵树上吊着 人为孩子 儿子聊聊 让儿子 这沟通 好好沟通 儿子在部队工作也忙 那您儿媳妇也是北京人吗 不是的 他们两个是老乡 我们是老乡 安徽的 都是安徽的 南山 为什么讲南京的 我怕你讲南山你们不知道 有马上跟南京的被靠背的 对 就像北京和通州一样的 这几分钟就过来了 我家南京的你们好知道一点 我们条件还可以 我的一个儿子 我老夫这两个嘛 我老爸也是共产行的 我也是共产行 南京收费水平比北京要低一点 比如说 我们这个地方要15块钱吃一餐饭 南京大概10块钱 在马上大概8块钱就行了 这这么个情况 哦 多了好长时间了 您觉得现在北京和您那个马鞍山比 变化大 还是 还是想回马鞍山 应该南京 哎呀 真是 我说他们 他们说你们 你们这样是采访过的 我有个话之说 他们开口背口 你们外地 这个话听了我说 不好听 对 没错 对 哎 不是 在这个公交车 有个妇女大概也60多岁了 哎 你们外地 我一听你口音在外地 我叫外人外地是怎么样 我叫我一百斤的交通塔 我怎么 对啊 我马上到延庆去 到到哪儿去我都都通行 我一百斤的交通塔 对啊 我儿子媳妇 孙子都是百斤四户口 我儿子是军人 他这老婆孩子都谁军啊 是 对吧 现在的家军人的老婆 和孩子 您享受多少都好 为什么 看了这期视频 您有何感触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 转发 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